今天来自欣欣的又请来的是很久不见 但是呢 说真的 勾起我童年回忆的 黄帅哈雷好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黄帅克 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有觉得说自己 其实已经入行很久这件事吗 好像回想起来也有耶 对不对 对好像都五年了 就是啊 所以说刚刚开始的时候到现在 这一段路走过来 其实当中一定是 就是磕磕绊绊的这个状态 肯定不是说像其他一些歌手一样 很顺利的一个状态 自己怎么想 自己怎么想 其实我觉得 前四年都在亚氏嘛 对 在我觉得在亚氏的时候 其实亚氏给了我很多机会 我所有的 所有的舞台的经验 都是在 都是亚氏给我的 怎么讲 其实挺感谢亚氏的 给了我那么多机会 然后最近 怎么说 就是看到亚氏的情况不太好 对对对 不太乐观的情况 不太乐观 然后就心里就特别的 特别的 就有一种莫名的委屈 对就特别想 去 帮助亚氏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去帮助 然后 就自己有个想 小想法啦 就是想 动 动 就叫其他 这么多借着 那些星光的朋友们 一起 去 帮助亚氏 去搞一个 筹款的演唱会吧 叫做 对对对 是一个自己的 初步的想法 对 为什么当初会有这个想法 因为就是 最近看到 很多亚氏的 新闻 所以就 自己就有了这个想法 对 那那个时候想到说用音乐这个方式是因为 它可能是你比较擅长的部分对不对 对 我想不到自己 有什么可以帮助亚氏 我只能靠音乐靠唱歌去 去去 帮助亚氏 所以就有了这个想法 我希望 对 其实真的 大家一起聊聊 这件事情 刚刚其实 之前我收到这个消息 说 康帅克 这个想法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很惊讶的一点就是 原来你是一个很念旧的人 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啊 你是一个很念旧的人 对 在任何其他个方面 不论是工作还是个人生活 你都是一个念旧的人 比较专一 复古念旧 复古都有 这次音乐会 因为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想弄好的话 真的可能 第一要很快啦 对不对 因为现在新闻也是瞬息万变 可能今天和明天的新闻都不一样了 对 而且它真的要可能比较难的地方是它造成一定的反响 那你自己对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期待 有什么期待 我就希望希望可以能够成事吧 就是这个希望可以成事 成事 对 希望有人可以就是支持我这个想法 对 其实康帅克你出身亚史 然后可能一路走来像你刚才说是 那个舞台提供了很多机会给你 对 如果我想问你说 你自己对于这个公司或者这个那个组那个机构的感情是怎么样 你自己会怎么说 感情哦 其实在亚视 亚视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电视台 对 跟同事相处都是非常融洽的 嗯 嗯 其实当初走的时候也是万般的不舍 对 那为什么会走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太喜欢唱歌 太想 太想出唱片 嗯 嗯 因为 其实自己走也不舍得 因为亚视其实提供不了这个唱片 还有或者电影什么的给我 然后我就 放手一搏就出去闯了 嗯 对 现在看起来会对当初那个决定有什么感受 决定有什么感受 就是还是觉得是支持自己当初的决定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 因为因为我相信亚视如果看到我有新的好的发展 他他也会替我开心替我高兴 嗯 对 好像说亚视是一个人一样真的是 哈哈哈哈 好啦 其实刚刚说的是一些呃 刚才说到抗衰克其实很怀旧的一些东西 但是现在呢我们想说一点新的东西 有一首新的作品带来给我们 对 新的作品 其实其实呃 我听了新的作品呢 让我感觉好像和比赛的时候 就是对不起 因为我在停留对你的印象就是比赛的时候的表现 从比赛到这首新歌我觉得好像风格不一样 或者是唱腔不一样了 有这样吗 有啊 因为以前都是比较喜欢唱一些悲情的歌 嗯 以前都是想要唱到人家流眼泪自己 嗯 只要我能把你感动到我就自己就会很舒服 就是 觉得就是我赢了这样 对对对对 但是现在我老是唱这种风格的歌曲也不也不是在呃 我老是唱这种曲风也是不行的 也要也要去创变新创新一下 有些突破 有些突破对 所以这一次这个啊新歌这是这张专辑吧 嗯 或者说也是呃会比较都是励志的一些开心让鼓励人心的歌曲 跟自己平常是很一个大反差吧 对 我想问你觉得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吗 我本身啊 其实也蛮像的 其实这有新歌都 我觉得就是说在说我 嗯 对对对 有说真的因为我自己看到歌词的时候 我也好像你刚才我想到说 其实哎你唱还蛮合适的 好像跟你自己的故事也很像 对 因为呃像你刚才说 其实毕竟已经入行这么多年 然后现在看过去 你现在看回去 你又不是一种 在聊黑黑的感觉 所以说五年好像也不太长 但是其实也不短 不短好像 一展演 就 没有啦 就是可能声带其中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好像很漫长 但是台国会好像要唱白鸡 对对对 会有这种很矛盾的感觉 对对对 但是你自己呢 你自己其实现在就是 嗯 可能新的专辑 现在新歌已经有了 然后新的专辑一切可能都在 以后慢慢的安排当中 安排下去的这样的情况 对 你自己会不会觉得 其实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 当然是开心啊 对啊 因为现在我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之前非常向往的事情 嗯 非常难得这次能够签约了太阳娱乐 这个新公司 就其实公司给了很多很多机会 投放了很多资源在我身上 然后我是真的很感动很感动 然后我希望能够抓住 每一个公司给我的机会去努力去拼 嗯 对 在新公司会不会有一些 新的一些想法 或者新的一些想做的事情 嗯 目前在新公司最想做的就是把这张唱片 或者音乐做好 嗯 其实自己也喜欢 除了唱歌也喜欢演演戏 嗯 但是要先把音乐做好 然后再看看自我推荐一下 向老板 我觉得要是歌手演戏的话 其实有好处 就是他可以帮忙唱主题曲啊 片尾曲啊 那一类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有没有说你想演怎么样的角色 我想演一些搞笑的角色 你是搞笑的人吗 我不是 我不是搞笑的人啊 对啊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去演搞笑的角色 因为我觉得如果演戏能够带给人家快乐 我觉得自己也会很开心 嗯 是但是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有搞笑的 就是我们说喜剧的那个细胞吗 我私底下如果很熟了的话 应该会有一点点吧 哈哈哈哈 但是其实说真的就是喜剧哦 普遍来讲可能会有一些 比如说很傻很呆的情节啊 无所谓啊那些 你OK吗 OK的OK的 你会像 或者好搞怪的那些形象啊 就可能形象装扮很丑的那些都OK 都OK的 再配合一下那些台词 只要能够逗你笑 我就开心了 你这人还蛮矛盾的 说真的就是 新歌和以前的一些旧的 一些比如说催泪的情歌的风格 其实都不是让人开心的 对啊 其实唱歌很难让人在笑的 我觉得唱歌是感动人多 这倒是 对 所以反倒希望在电影上面 可以让人感觉让人笑 嗯对 这个想法还蛮矛盾 所以你觉得你自己这个人 也复杂吗 意思一样了 哈哈哈哈 是一个变化很大的人 其实呢听到一首歌呢 就是里面说到很多一些 比如说青春啊 过去逝去的青春啊 但是遇到挫折也不要放弃 还要继续向前的这样子一个 就抹掉过去不好的东西或者忘记 重新来过 一种很励志的状态 所以说其实在你比较失忆的时候 你也是这样鼓励自己 其实也是会这样子 听一些比较励志的歌 然后会去做运动 然后我觉得跑步的时候 会很开心 就就不会想那么多 对 所以说你在失忆的时候 你选择方法 就鼓励自己方法是做运动 做运动 跑步 跑步 对 你很喜欢跑步 最近比较喜欢 最近有在 这一年就零四 要一四年的时候比较喜欢 一四年这段时间有在练 练跑步 嗯对 跑步应该对歌手练气也很好 对啊 非常非常有用 哈哈哈哈 好啦因为其实我觉得 嗯毕竟能够再出发 首先第一件事情 有这个再出发的机会 嗯 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很难得很难得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 香港时代是一个竞争很大 然后呃 每天资讯的更新啊 都很快的地方 其实会不会反倒是 再出发的时候 压力会比较大 反而没有哎 反而就是 就是一切归零 就是重新开始这样子 嗯 没有什么压力 就就开开心心的 把歌唱好先 对 你觉得现在唱歌的心态 和比赛的时候 唱歌的心态有什么不同吗 绝对是不一样的 觉得是这几年累积了 好多不同的呃 经验 嗯 还有一些感情 然后呃 历练吧 嗯 所以比比以前多了一份历练 在里面唱歌 你觉得多了一份历练 对 呃 说到历练的话呢 我想问一下 其实 你觉得 对于自己现在来说 或者说对于其他任何年龄相仿 一些有 有梦想 你觉得历练 在你人生中的角色是怎么样的事情 诶 有很难回答哦 这个问题 我想问 其实历练 你觉得是有多重要 就是你会不会选择说 其实 可能就是多了好多东西在情感 或者在啊 就多了一份 呃 也不是一份 就多了好多东西啊 感觉就是 没有那么像以前那么单纯 或者那么简单 或者也不是说复杂 就是多了一层东西 可能每个人的体会不一样吧 因为我知道其实 有一些人真的比较幸运 我觉得 嗯 有一些人可能天生 他走的那个路线 就是幸运的人的路线 那我就很直接说 其实康帅克 你绝对不是幸运的路线 嗯 你你如果要你选呢 你会宁愿说 其实 可能幸运的人 他里面的历练 你刚才所谓的历练 就会少一点 嗯 所以我就问你说 你觉得历练在你人生中 有多重要 哦 明白你的意思 你会不会选择说 其实 你会不会选择 你会不会选择 你觉得呢 嗯 没有就很直接 你觉得呢 你宁愿呢 现在看过去 我宁愿 反正已经验过了 我宁愿就是 像 像 像我现在这样 就是经过四年的 在压世的磨练打磨 嗯 才去 有机会签到新的唱片公司 这样挺好 也不是说一下子比完赛出来 就有唱片公司签约 或者怎样 我觉得 经历多点好一点 我觉得拿多点经验嘛 嗯 嗯 那你对于你这次 可能说新的专辑 新的公司 再出发的这样情况 你有期待吗 或者你有 你有对自己 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吗 说我要走到 一个怎么样的地步 目前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目前 没有想过 没有想过 就 希望每一首歌出来 观众都会喜欢 对 观众都会喜欢 对 歌迷依然的支持我 在最漂亮一山 觉得一切能计划 放心出发 若果天塌下 我不怕 直到脆弱一山 发现我们青春有限 于是代替难还相信 当初自愿吗 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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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日日写下 做错的抉担 竟会在人群穿插 灵魂放肆 黑底了桃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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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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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但是怎么样也要有一首自己 可能喜欢的风格 其实接下来最后这部分呢 是一个我自己还蛮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因为我觉得就这一两年来讲 很多内地的一些歌唱比赛 其实对香港影响很大 影响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可能有一些本来在香港 默默无闻的人 然后去内地比赛之后 大家发现原来会唱歌哦 这样子 因为康舍你本身就是歌唱比赛出身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唱功啊 能力方面可能已经比一些 就是线上歌手 我们说更多的历练 更多的这样子的一个加持在 我想问你 你会不会想要去 重投一个比赛的状态 然后可能说可以借此 打响知名度也好啊 扩宽市场也好啊 等等的一些安排 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 我愿意去尝试 我愿意去 去内地跟 内地的朋友 一起去做一个 这个歌唱上面的 交流 我愿意的 其实 你不抗拒重新再去比赛 我不抗拒 我享受比赛 我享受唱歌 对 只要有唱歌的地方 我都希望有我在 所以说这么多年 你觉得你对你唱歌的热情 这件事情没有被时间磨灭掉 没有被磨灭掉 一直都是不变的 你是如何 还是那么爱 你是如何能够把这件事情 坚持下来的呢 因为我从小到大 就是 就 只有这一个 特长 特长兴趣爱好 所以 也 怎么说 没有 没有刻意的去 去 去说 你想说 没有刻意的 去要 发展别的 或者没有特意 去要 就是回避掉别的事情 对对对 就是一直想要 想要把这 把这件事情做好 因为这是我唯一 喜欢做的东西 对 其实我觉得 很难得啦 这样听 因为 毕竟我们说 好像人长大了以后 总会被一些 时间啊 社会啊 可能一些 事情磨灭掉 自己很当初 很纯粹的那个想法 但是你觉得 其实你还是 能够坚持住 比赛 五年前 比赛的那个时候 的那个状态 对于唱歌的热爱 的这个情况 绝对可以坚持得住 而且可以把这份 对于唱歌 这份热情 应该可以坚持到 我老的时候 就是你觉得 你往后还能 再坚持很多年 对 我觉得我六十岁 我都还是会唱歌的 对 在很低潮的时候 你没有试过 跟自己说一些什么 让自己坚持下去吗 会不会就是要 如何鼓励自己 才能让自己坚持下去 然后不放弃这件事呢 希望在明天 就一直跟自己说 希望在明天 对 希望在明天 只要不放弃这个 自己的这个爱好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可以的 会能行的 你觉得总有一天可以 我想问 那因为我自己 对于这件事情 其实是有一个 最好奇的地方 在哪里呢 我最好奇的地方是 如何能够 一直坚持这件事情之余 重新再出发 你依然能够保持 一个很平常的心态 因为你刚才说 其实没有想太多 没有想要走到哪里 但是你就是 没有说 突然间有一个 这样的新的机会 然后自己决定 要把它抓住 抓紧 然后觉得说 这次一定要去到什么位置 这种野心有没有 野心 野心 我刚才说过 自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 其实 也有 怎么说 也有想过 其实真的 野心 野心其实有想过 就是 想在 这个梦想 也是在那会儿 在亚世的时候 也是跟自己说的 30岁之前 希望有一首成名曲 或者 或者 在宏馆 可以开到演唱会 对 这个算吗 这两个梦想有点远 就是距离有点大 因为有一首成名曲 其实OK 但是要在宏馆 开演唱会 可能要很多首才行 那就 那就唱好多好多首歌 那只有一首成名曲 也不怕吧 就是累积下来 可能有五六十首歌 其实 对 因为其实一首成名曲 跟在宏馆开演唱会 其实中间还有一段路了 所以你的 就是最 对自己最 渴望的目标是在 目标是在 宏馆的演唱会 嗯 你是向往那个舞台 还是 我是向往舞台 来跟观众互动啦 其实 唱什么歌都无所谓 那个地点呢 你这因为宏馆也 某个年代了 我觉得现在其实也 要播 某个年代 其实它是一个象征啊 香港宏馆很有国 那是一个象征 就无论是 香港本地的歌手 还是我们说任何 东南亚地区都来讲的话 其实宏馆是一个象征 嗯 你是因为是宏馆 还是其实你是觉得说 好像是你说的那样 其实无所谓 能看到自己大型的演唱会 都已经很开心了 那就开始要存歌了 对啊 因为歌真的 就有一定数量的歌 然后才会吸引到 一定数量的听众啦 我想 对 有信心吗 有 信心一直都在 一直都在 就是中间即便很低落的时候 也没有说怀疑自己吗 没有怀疑过 还是会 不会放弃唱歌 这个东西 对 不会觉得说 其实都有其他 拥楼 这样子吗 没有想过 就像勇往之前 其实你真的很单纯啦 这一条路 一行都嘟嘟啦 那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还是 看出来课之前说的嘛 最开始的时候 说到音乐会的部分 嗯 希望可以诚实 也是 自己可能对于自己 原来的一个地方 在原来 不是最后原来 是离集这个地方的一个 支持一个鼓励 那我们谢谢你 希望呢 就是 演唱会这件事情 可以早一天成真 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次来自星星 又再跟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